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一聊扶手瓜保存的最终方案 因为今年扶手瓜是封锁年 我们今年全年共采收了485个扶手瓜 相当于去年产量的四倍之多 收量太多了,问题也更多多了 11月21号,我们终于把剩下的还没有吃完的全部扶手瓜 从室外全部转移到了没有开暖气的车库里面 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我们至少耽误了两个礼拜以上的时间把扶手瓜转移进来 看看这八个总瓜,我们一开始就是用部分细沙子保护的 放在室外大概一个半月左右时间 承受了多次室外零度以下的低温天气 今天一看看的话,检查一下的话,保护的还不错 每个扶手瓜表面的变老,变现象很缓慢 也没有出现冻伤,冻坏,冻乱的情况 因为我们一个半月之前,总瓜一开始就是用细沙子保护好 然后再把它盖子盖好,密闭好 现在看起来这个方案很成功 所以说我们今天准备用这种方案,把所有的其他的扶手瓜都保护一下 这四四八个扶手瓜,由于整个十月份都放到室外,被冻坏了 所以说必须赶快吃掉,不能再保存了 冻坏的扶手瓜,它表面颜色是会发生变化 然后表皮开始发软,但现在还可以吃 下一步的话,就会进一步的起霉,发烂,变坏,那就不能吃了 如果温度低于零度的时候,大量的扶手瓜就会受冻 受冻以后的扶手瓜,它最终都会走向起霉,腐烂,变质,不能吃 这四三个扶手瓜,就是因为受冻以后,现在彻底腐烂,变质,不能吃了 反过来,如果环境温度长期高于二十度的情况下面 扶手瓜的表面会变老,它吃会变硬,而且会大量的提前发芽 但是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因此,理论上面,长期保鲜扶手瓜的最好的温度 应该是零上三度到零上十二度之间 相对四度不高于百分之六十 四月底,不开暖气之后的温度已经符合这个要求了 可以长期保鲜 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这个总瓜在过去一个半月时间里面的经验表明 用那个细沙子保护,然后密闭盖好,是最好的保鲜方案之一 所以说我们今天下决心,另外订购了六十公斤的细沙子 把所有的这个扶手瓜都用这种方法保存 到11月21号为止呢,没有吃完的这个仍然保持的比较这个新鲜 健康的扶手瓜呢,还有三百六十六个 所以说我们在过去三个月里面时间里面,我们吃掉的扶手瓜 是数量很少的,因为夏季秋一树菜还没有吃完吧 所以说优先吃他们那些菜,所以扶手瓜就留在后面冬天吃 所以消费量很少 用细沙子保护效果好的原因呢,很可能是因为细沙子能够防止这个 扶手瓜表面的这个水分的散发,防止扶手瓜快速老化 防止这个扶手瓜那个刺变硬,防止扶手瓜提前发芽 因为没有吃完的扶手瓜呢,在接下来还有四个多月的时间需要保护保鲜 所以采用这种细沙保护的方案呢,是非常必要的 这样在接下来的漫长的冬天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从容的品尝 味道鲜美的扶手瓜了 看看这四十八个瘦个洞的扶手瓜呢 我们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又拖了四天时间 好,发现又有十三个已经彻底起煤腐烂烂掉了 完全不能吃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无论何凑点时间出来 我们采用第二方案进行抢救 我们再重复一遍呢 一旦受过洞的扶手瓜呢 它的这个表面就会变软变色 然后呢,很快会起煤呀烂掉 所以说很快的 受过洞的扶手瓜一定要赶快处理 就是零度以下吧 一旦受过洞的扶手瓜不处理的话呢 就会很快的腐烂起煤烂掉 第二种有效的保鲜方法呢 就是把扶手瓜的可食用部分呢 清洗好,切成小块 除了把这个带有吃的表皮啊 去除挺耽误时间之外呢 那么一般来说这个成熟的扶手瓜 中间它有一个那个种子核啊 也把它去掉,挺麻烦的 对于我们平常工作比较忙碌人来说的话 采用第二方呢 也有个好处就是可以事先把这个扶手瓜 切好啊,装好 这样吃的时候很方便 把清洗好的扶手瓜呢 切成小块呢 然后放到标准的保鲜袋里面 然后事先放你这个使用油的更好 因为可以制限它的防冻能力啊 然后把它口密封好 那么把扶手瓜放到零下18度的鞠袋里面 会不会冻坏呢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做啊 两个月,甚至三个以后我们再检验吧 看看效果怎么样 扶手瓜有很多种烹饪的方法 包括红烧啊,清炖啊,切成丝青草啊 都是味道非常鲜美 大家不妨都试试吧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多订阅点赞 咱们下集继续聊 继续聊